好了,最後三分鐘 我都要輕輕地回應一下一些事情 很少時間,我真的不打算回應 本來我心思熟慮,我也想過不回應一些 最近很多人,無論是在網上或是在網下 在一些廖廖話裡面 有關於本人的一些抹黑 有幾單的抹黑,是兩件主要的事件 本來我一點都不打算回應 就像我開始首歌《沈默是金》 我不打算回應 但是想著想著,糟糕了,整天都在搞震霧 整天都在拆存在感 好,我給你存在感 我看你一個人在加拿大這麼孤獨 我一定會幫你拆存在感 你拆存在感 反正我這些節目都沒有人聽 在你口中說 我這些沒有人聽的節目 賣Radio裡面也沒有人聽的 賣Radio也沒有人聽的 既然你拉台獎下水 我就一定要開狗利名 你拉台獎下水 我就不肯強 是不是? 我當然不會吵架你了 我要嚴正回應 歐陽永權人稱惡如我稱嚴捨的人 在9月23日拍了一段 他在他自己的視頻裡面 他的視頻真的沒有人看 我真的沒有人看 我完全沒有人看 否則某些人發給我 我也是完全不會知道他這樣說的 是不是? 我就嚴正回應你 他在那段幾分鐘的講話裡面 當中提到台獎 他就吵架台獎 為什麼他容許姚冠東在這裡繼續做節目 他就為什麼容許姚冠東抹黑他 就說我說的那些話 完全是抹黑 但是 我在某一集節目裡面 關於魯表的死 而這個 說的是你歐陽永權 對於魯表的死的齒冷言論的那一集節目 如果我開了Radio的麥克風 說你是這件事而已 只是說過你這件事而已 而我當晚說的所有東西 是源自你老哥自己拍的視頻 你老哥自己拍的公開視頻 我是一句嚴燥都沒有的 你再聽那晚的節目 全香港的網民 麻煩你們再聽那晚的節目 我全部是Base on 你當晚所說的所有東西 是不是 而我對於你的所有 而我對於你的所有評論 而我對於你老哥說的所有東西 都是基於事實的全部 你對我 你不想妥我 你不妥我一個就行了 你不要拘捕台長來說 你不要沒有拍MyRadio MyRadio不拘捕是你來說的 而給不給我做節目 這是我們MyRadio的事 跟你沒有關係 跟你櫃台沒有關係 跟你那個快要倒閉的台沒有關係 你快要倒閉是你自己說的 跟你那個台是沒有關係的 這是MyRadio 400%是我們自己的事 我姚冠冬今天在這裡做天地有正氣 下個星期一樣會在這裡做天地有正氣 是跟你歐陽永權 是完全沒有拆關系的 沒有任何拆關系的 你不想妥我 可以直接找我 可以直接吵架我 是跟梁錦祥 跟台長 跟MyRadio無關 更加跟黃毓民無關 更加跟教主無關 你不要想拿教主出來 吵你老尾 拿出來做吵你老尾 黨戰牌 然後借我吵台長 然後借教主 打算用教主來補你 這些這麼弱智的事 你不要再做了 現在在這個風頭時勢 我本來為什麼不想回應你 是因為我真的不想搞這些事 我真的不想吵 但我只是因為你牽涉到台長 我就沒有辦法不回應你 這個是我們MyRadio的事 看不看我的節目 看不看我們的節目 有我們MyRadio所有親愛的網民的支持 有他們網民自己的選擇 不需要你去說三道四 像不像中共官員說這些 不需要你去哔哩巴拉 你做好自己的節目 搞好自己的台 我也是那句 我從2015年離開《低族頻道》 講到現在六年 我也是講同一番的話 你先做好自己的節目 先做好自己的事情 你管我,你買Radio幹什麼呢? 你管我幹什麼呢? 你管我的事情跟你們有關的事情嗎? 你先搞好自己的事情 你先搞好自己的專用 整個瘋子那樣上鏡 你自己想一想 你自己搞好它吧 我也是不想說的 是嗎? 第二件事就是 有一位叫做租差的人 叫做黑提廚神 他就周圍在一些賣Radio的聽眾裡面 可能是我們的實體朋友 他就說我欠他錢 不斷抹黑我欠他錢 Anyway,我是欠他幾塊錢的 而當初他就說是300元 其實我找回紀錄可能是600元 不過不要緊了 那些錢已經歸還 我希望同一句 做好自己的事情 你就不要理會了 因為我找了他幾天 他也沒有回覆過我 他抹黑我都不是第一天 那他照樣說 那些照樣說 整天在借罪 可能是跟朋友說說說說的 是嗎? 那我現在嚴正 就跟所有MyRadio的網友 是嗎? 跟所有大家互相認識的好朋友 包括我們自己大家的 common friend 好朋友 我就嚴正說 我欠他的錢 已經還了 當時 為什麼會忘記還這幾塊錢呢? 因為我真的忘記了 因此我對黑提 對這個租差 是萬二分的協議 我真的忘記了這一筆數 這幾塊錢我真的忘記了 那如今已經清還了 大家就各不拖欠 你各下做人處事的事情 我也眼見到了 心領神會 大家和而不同 各走各路 就是這樣 所以對於我抹黑不重要的 我就打開門 那些叫什麼? 吃四方飯 打開天窗說兩話 對 打開天窗說兩話 還有 關於樂譽也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因為我為什麼要 還有開麥克風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關於歐陽永權那裡 因為他提到我的政治團體 全民參政 他提到 說我到底當時籌了這款 到底會怎樣算 會不會參與 他叫我參加十二月選舉 我也要在這裡 在天地有正氣 賣Radio的節目 天地有正氣 公開的回應 當然 我搖冠東今年絕對不會參加 接下來的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 這個是絕對不會參加的 而至於全民參政裡面的所有事宜 在一個適當的時候 在2021年的10月31日至到2022年的2月1日 中間我就會好好地申報 所有有關於全民參政的所有的事情 為什麼現在不說 因為大家知道 所有事情不可以高調 一高調就會糟糕 只是這個原因而已 就是這個原因而已 我高調說這些什麼 不參選什麼 我要解散什麼組織 可能成為了新聞 他本來不搞我 就變成搞我 要面對法律風險的是我 要面對所有的後遺症的是我 是不是? 不要說我啊 Kakak 你怕不怕?Kakak 我還把Kak也拉進水裡了 哈哈哈 好了,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